本来是没有打算做中山两日游的视频的 但是没想到看到了蓝眼泪 还是要分享一下给大家 中山的话我也是第一次去 主要是普陀山为主 开到周上的天气就适中有点小雾 然后阴天的感觉 这里是大青山景区 门票为一百元一人 这里的海大线还是可以的 沙滩人太多了 就这个景点 看来看去就这里 东西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而已 这也是其中一个观望点 实际看出来是这样 我没get到它的点 这个点看出去是牛头山 但是我也没看出来 天气有在变好就很不错 看出来完全不一样 这个点是渔村 远远的看一下还是可以的 现在是淡季 所以海鲜都不是很饱满 所以海鲜都不是很饱满 不腿紧 准备好了吗 来欣赏蓝眼泪了 好 看来 看来 有点赞 这儿是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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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地方几乎都要排队 坐的船上山了 摆的茶还不错 看出来还是挺美的 光影也很美 红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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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自己洗碗 可爱的猫猫 天天瞧看出去的海也是很好看的 鲁山的绿花也做得很好 恩多小五菇 又在逛寺庙又在逛公园的感觉 寺庙这种我就不拍了 大家还是看看风景吧 葡萄山 葡萄山除了人多 其他都还不错 景点与景点之间的小巴 基本上要排队半小时以上 所以我们基本靠步行走路 是最后一个景点了 紫竹林 又是一个暴走的近郊游 我们走了1088个台阶 下山的话膝盖比较深 因为它的鞋度有一点 门票加门票是220也挺厉害的 南海观音还是挺壮观的 第一次见那么大一片悬樱草花 超大超密集的一片 这一大片紫色海洋 很可疑 突然下去了一遍 中间的小山 漫画面要不见 就到这了 周团圆圈圆圈 我推荐给大家 记得观众点赞 转发 哟 故随